布丹位于亚洲南部 是古代吐蕃王朝的边陲部落 1616年形成独立国家 至今保持着神秘和宁静 这里的百年古刹经翻浮动 青草涌动滋养出诗和远方 这一集雷电掌走进布丹中部的复必卡山谷 寻找苍阳加措笔下 洁白的仙鹤在南方的故乡 从布丹到复必卡山谷途中 有一个名叫布丹108胜利塔的地标建筑 这是为了纪念2003年杜瓦战争 并为征战的国王和士兵们起伏 由布丹王后多洁望武 望楚克发起建造的 1994年 此刻连探长来到了多楚拉山口 佛塔外面是白颜色的 中间还有一个莲花生大师的一个像 是他的静看的样子 不单人认为108座佛塔意味着人的108个烦恼 所以说要消除这些烦恼 就要把这些佛塔都立在这个地方 但是现在大家看的是这个布丹风格的 是方形的 Building inside 还有我 Inside we insert the statues mini statues of Buddha mini statues Inside mantras Mantras Yes written mantras And holy books Yes stupa Stupa But our local term is called Namgyi Khangzang Namgyi Khangzang Namgyi Khangzang means victory Kangzang means house House So that's the end 哇 来到这个Namgyi Khangzang 我们看到前面有一个很大的这么一个最大的佛塔 上面有两个黄颜色这个logo中间呢 就是这个观音菩萨的这个六字真言 其实在藏山佛教里面呢 我们都可以见到这个图案 布丹风格的这些佛塔都是方形的 都是方形跟我们常见的藏山佛塔的那种 追形的啊 底些是圆形 上面追形的还不太一样 108塔的修建始于一次抗敌 当时盘踞在布丹南部森林中的印度阿萨姆武装组织 对居住在附近的布丹居民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 布丹国王经历六年多次与武装组织沟通谈判 要求对方撤出布丹国境都毫无结果 于是布丹四世国王辛格旺楚克和当时还是王储的武士国王纳姆耶尔旺楚克 一起带领着布丹军队前往战争前线决定剿灭这些印度敌人 此时的布丹已经有一个半世纪没有经历过战争了 国民都没有战争的经验和体验 但因为国王和王储的身先立足令布丹军队士气高涨 双方开战后只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就摧毁了阿萨姆武装 用14年时间在布丹境内修建了30个营地 来讲像来到多楚拉山谷看到的标志性的景观 就是多楚拉的108塔 也就是说108塔能够保佑所有来到多楚拉山谷的一生平安 在丹药市可以看到9个喜马拉雅山的山峰 平均海拔7000 王后带头修建的这108塔 是为国王和军队祈祷的佛塔 当时布丹的僧人 工程师 学生 家庭主妇 雕刻铜像的 制作铜器的手工艺人 纷纷参与不求回报 这个事件也让布丹人意识到中国对于布丹的重要性 这边还有很多青年人呢他们来度假也是带着车 当地人 我们在哪里 我们在布丹,我们在丹布 布丹人吗? 对 你似乎印尼人 不 不 不 我们在这里 你是布丹人吗? 是的 是的 有趣 是的 其实我们有三个地方 西方、西方、西方 西方、西方、西方 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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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丹之行 雷天长感受到 由于印度人种和宗教与布丹区别非常大 导致一提起印度 布丹人总有苦水要倒 布丹也不会让印度人从事重要的岗位 你们知道布丹人吗? 你们知道布丹人吗? 布丹人 布丹人 主要是印度人 布丹人 在布丹呢 就是印度人囊括的修鞋呀 做衣服呀 还有这边就是给布丹人理发 但最关键我发现他们的时尚都被布丹王室所引领 所以王室的这种形象 他们没有别的造型可以参考 唯一的那个广告就是他们的国王 就是这种巨型的画 所以说即使在理发店里面 你也看不到那些模特的画像 就是发型模特的画像 只能看到就是国王的造型 所以说他们老化印度人到这些地方来打工 也要遵循当地习俗 这种团物是Garuda 在他的时候 有两个Garudas and too Nervous Nervous means Sneak 你是哪里的 台湾的 台湾的 看着挺像的 这你妈妈是吧 对啊 你妈妈好漂亮呀 她很开心 她常常听到这个话 对啊 我就看着 我觉得就感觉就四十岁的样子 这么一讲我就 我在讲你还会更开心 她六十二岁 六十二岁看不出来 感谢 我觉得还是主要脸上没有挂着那些忧愁 你这边不能挂住 挂不住 不要臭拿走 要就回去再来挂 对 而且善良开心的人都会年轻 谢谢你 你们觉得负担怎么样 蛮 还蛮干净的 大眼蛮善良 他们为了我 专门 就是刚刚那一家饭菜是自助 都是招待那个团餐 所以她为了我 就找了一家 比较这个local的这个餐馆 就没有人来的 这样一个比较土味十足的餐馆 但来的时候 我还真闻到一种那种 放逐家庭特有的味道 好了 进来看看 嗯 这是梨啊 这是卖这个 像是那种 晒干的那种枣 这是卖这种冰榔 我都看得懂的 还有这个奶 奶疙瘩 这种奶疙瘩 这是killa killa killa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killa 不单人做killa 就是这样 把这个女士坐在那个位置上 用脚踩在上面的踏板 金线尾线这样 梭子穿梭 走进这家乡下餐馆 女主人张罗着一切 在不单乡下 房产和田地都是传给女儿的 女婿都是上门的 当然 女儿同时也要承担着 赡养父母的主要责任 所以 不单女人的地位 在亚洲算是比较高的 这时候 房梁上的蛇心图腾 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也是蛇 今天不是老板 我听见他 就是老板 这像蛇 我伸手 比较平 我可以得到 完成 这是蛇 没有 nord 这个也不是蛇 这个老板 原来都是树耕 把树耕放到这 ovat 当然 予以生意好 长青 当地还有这样的习俗 也是在这个农村地区 为了做生意 人们想的一些高招 大家看 这是不丹人家里的厕所 他们厕所也是 虽然这也能冲水 但经常会停水 所以说这边都有一个勺子 就是出去拔一些水 这样去 我觉得这个厕所很干净 没有任何意味 每人家里 所以可见 不丹人是很爱干净的 我是深有体会的 这不是吹出来的 这他们家里的样子 哇 是不是也是很干净的 大家看 此刻又到了吃不丹菜的时间了 每每人想给大家说说这个不丹菜 这是黄瓜 这是黄瓜 然后 这是什么? 这是牛肉跟辣椒 然后这是鸡肉? 是鸡肉 这是鸡肉 鸡肉 很少吃 因为牛肉很多嘛 但是有一点就是 牦牛 我倒没有见过有很多 就是做牦牛的 因为可能中国有这个 纳在牧场去放牦牛 所以一般主要放的还是黄牛 所有菜品到了农村吧 还是带着一种乳酪味 或者酥油味 就是大家明白 就是他们吃一些 哪怕做一些菜里面都会都有这些材料 我们这个向导呢就要现场付钱啊 不是那种团队似的啊 对不对 早就商量好了啊 所以走哪都要一路问价格 你认为多少钱呢? 其实 我们在那里吃饭了 但是咱们有剩下的咖喱 所以 这里的价格价值 大概800 850 800 不单钱币是印度卢币吗 答案当然不是 不单从1974年后 就诞生了自己的钱币 称为努尔特鲁姆 八张纸币刚好凑齐了 藏地的吉祥八宝图案 背面印着国家级宗宝或寺院 硬币上也将金刚柱 国王等吉祥图案印在其中 且从未贬值 我怎么对他这个 卖的这个菜篮子感兴趣啊 天哪 他们卖的这个菜篮子 纯手工编织可结实了 雷大长喜欢上这个菜篮子了 我觉得这个菜篮子可结实 特别结实 这桶子是你的购买吗? 购买吗? 是购买吗? 是购买吗? 这个是购买的在印度上 但是我们在这里 谢谢 谢谢 富比卡山谷位于不丹中部 在这里有一大片温暖的湿地 每年大批黑警鹤从中国西藏飞来过冬 为了保护这一大片湿地 不丹政府花了大成本 把原来架在空中的电线全部拆除埋入地下 保护黑警鹤不被电线纠缠而死 每当秋季 富比卡山谷呈现出了美轮美奂的先进之美 他们这边用的是这种电热的 电热装置 这里有WiFi信号吗? 没有WiFi信号 没有WiFi信号吗? 没有WiFi信号吗? 我认为有很多客户问你 没有WiFi信号吗? 没有WiFi信号吗? 好吧,我估计很多人都问过这个问题了 我住的富比卡山谷的酒店 它没有WiFi信号 但是其他生态都特别好 如果问了雷探长什么时候来布丹特别好 我觉得最佳的旅游季节 9月份到10月份 它是它的秋季 然后还有它的春季 特别适合来 那么它的夏季为什么不能来呢? 因为这个布丹 它的夏季经常下雨天天下雨 所以山路泥泥 你拍照也不好拍 你漂亮衣服也不好穿 但到了冬季呢 又冷得不行大雪封山 因为这里毕竟是西马拉雅山脉 大家看窗外就是一大早布比卡山谷 它们这个名字原意就是Popsika Valley 这个地方有点像茂盛版的马赛马拉草原 就是在非洲 而且它这个地方没有工业 空气再加上特别通透 一下子把这个格调子就拉上去了 就那种感觉 而且周围都是些木屋子 摩登拉玛 今天我们在看什么呢? 今天我们在中央黑暗黑栏虾 中央黑暗黑栏虾 我们要学习黑暗黑栏虾 有一个破坏的黑暗黑老虾 所以她不能到台湾 但是我发现这边的女性都不爱化妆 就是可能是他们没有压力 比如我们中国女孩 活在网络里面是有这个容貌压力的 但是这边的人就不担心好不好看 外面山都好 所以这边的不单女人 我都没见几个化妆的 包括这个Garma都没有化妆 I have a question You don't like makeup No I don't like makeup But why you don't makeup I don't know I like how I am So I don't like applying all these on my faces Ok Her name is Karma Her name is Karma Animal name Garma 这只仙鹤的名字也叫做这个Garma 雷洋给大家说 这个呢就是著名的黑锦鹤 就是在这个富比卡河谷里面 人们就是去精心照顾它 给它让道 以及整个国家都不惜余力要保护它的这个动物 就是这个黑锦鹤 那么黑锦鹤呢 其实在中国也叫做仙鹤 尤其是那个在藏地人们在很多那些吉祥的图案上都会画上这个仙鹤 这是黑锦鹤 它是一个很少的种类型 它们有很多数字的图案 在冬季中他们移动到这里来布团 在冬季中他们移动到这里来布团 在冬季中他们移动到台湾 因为他们必须留在金钱的地方 黑锦鹤它每年冬天的时候会从中国的青藏高原 青海的甘孜这些地方飞到了这个就是富比卡古地 富得到这个布丹来过冬 它会在这个山上绕三圈 在这个钢蹄寺这边绕三圈之后才落下来 每年天一热的时候 它一开车它又飞回到中国去 因为他们想观察这个地方 让他们找到最完美的地方 藏地曾经有一位大诗人叫做苍阳家措 他就在自己最后的生命时光留下了最后一个遗作 就是洁白的仙鹤 洁白的仙鹤请借我一双翅膀 我不会远走高飞 去礼堂转转就回 就是这首诗 所以成为了苍阳家措一生的最后的遗作 但是它这个诗中描写的仙鹤 不是别人就是这个黑锦鹤 也就是藏地的传奇 我认为他是一个艺术家 而且是一个很聪明的男人 因为他在写几书 你认识《夏季冲冲》吗? 《夏季冲冲》吗? 《夏季冲冲》 我认识《夏季冲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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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季冲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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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我觉得一只小小的仙鹤 它从中国远到飞到了布丹 似乎就是一个有益的使者 一个幸福的制造者 这些仙鹤 刚才我们唱歌的时候 仙鹤还打名了 咔咔咔咔 怎么像母鸡在叫 反正就那种声音 You heard is a 虫虫 is a sound 咔咔咔咔 每年11月11日 是不丹传统的黑井鹤节 这段时间 大批黑井鹤 从中国飞到布丹过冬 这一天 刚提寺会举行 盛大的鹤舞欢迎仪式 刚提寺位于 富比卡山谷的制高点 是藏传佛教宁马派 在布丹唯一的道场 寺院由布丹王氏祖先 佩玛林巴亲自选址 他被称为莲花生大士的化身 其孙子佩玛廷列 在1500年建造 这个尼玛派内部呢 有远传经典 敬传福藏和圣神敬香 三大法脉传承体系 尼玛派呢 比较全面的传播了 吐蕃时期 流传下来的一些 教法遗规 并且呢 将这一教法移规呢 得以不断的充实和完善 最终呢 形成了一个极其庞杂 而又分文别类的教派体系 在藏传佛教里面呢 诸多的教派中呢 可以说是独居一格的 我们进来看一看 因为我今天没有买到国际宗教室 所以我现在不能进去 不单有规定的 就是在这个 如果你出席的重大场合 进一个寺庙 或者说你在这个公务员去工作 正式场合 必须要穿他们那个go 所以他没有穿 所以他就不能进去 那好吧 只能我们俩进了 这些是变化的 Dashi Tiringma Dashi Tiringma 是一个长生命天使 长生命天使 所以这两个人 是Haris的名称 对 雷杨给大家介绍 这个前面是尖的这个东西呢 就是金刚诀 这一波呢是金刚诀 金刚诀 都是古印度时期的一种兵器 最后慢慢变成了 藏传佛教里的法器了 就是这样来 大家看看 你怎么像带货一样 它是Bird house 在Hard 你知道吗 对 它不是Bird house 但是它已经太长了 所以蝕鱼就在那里 因为 对 它是Bird inside 对 哇 这是 这个蝕子 这个蝕子坏了 他们这个蝕子坏了 然后这个盒子在这边 要拎出去啊 这应该橘子啊 Orig? 对 Personal Andrina Andrina Personal Personal 哦 蝕子 这个蝕子啊 这个尼玛派呢 是在这个藏地呢 仅次于格鲁派 寺院也是相对比较多的啊 啊 信仰的人也很多 而且呢 它的这个 呃 最关键呢 就是这个 它的这个 影响力呢 仅次于格鲁派 我们知道这个在藏地呢 排原第一的 影响力的应该是这个格鲁派 嗯 影响之二的呢 就是这个尼玛派 主要是它呢 把一些比较古老 比较幽远的一些藏传 比较早期的东西呢 都延续了下来 这是前面的 一 中海中文字 这是幼儿的 我是Pemolingpao GangTi Chilku Rik Jin 这是GangTi Chilku Rik Jin 他是第一次GangTi Chilku 因为现在是色楚学期 为了纪念这莲花生大事 所以很多的宗宝寺庙都要跳舞唱歌 要开始唱了不济 藏式唆呐叫做加令 是源自于波斯的古老乐器 加令是藏传佛教寺院的必备乐器 是诵经或者舞蹈前的序幕 所以只要寺院吹起唆呐 不用说一场神圣的演出即将开始 这两位相亲相爱啊 这小朋友可以 不不不 他们可能是朋友或兄弟和姨 哦 兄弟和姨 对 你好 这是你的兄弟吗 我看这个帅哥 走了 他跑了 OK 你怎么回事 30 哦 兄弟 你怎么回事来到这里 10 10 哦 他十岁的时候来到这里 但是你的父亲 您的父亲和妈在这里来见到您 哦 哦 哦 您想回到这里 你想回家吗 还是要留在这里 你想要回家,你也想要留在這裡嗎? 我想要來這裡 他非常尷尬,我又在這兒待著 Guru Renberg Che,你知道嗎? 你覺得Guru Renberg Che是個好師傅嗎? 很害羞 害羞了 行,OK,没问题 我觉得这边的和尚还真的是挺宁静修行的 守着这么大的一个箭子,箭子好大呀 这里有很多孩子的教育 这是一个教育 这是一个佛学院 因为既然是一个佛学院嘛 所以这边有很多小孩的这种责教 而且那小孩我还觉得他们似乎没有开化 你看,现在拿着枪 现在拿着枪 你喜欢钢吗 你喜欢钢吗 从小就还是喜欢玩的 因为他还小呢 刚才雷探长从这个大殿里出来了 这个宫殿呢,非常的大 它有好几层,大概有三四层这么高 然后呢,里面主要供奉的是一尊巨大的莲花生大师 然后在它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大柱子 是一个四面的柱子 柱子上呢,供奉的是一些素油花 有做的比较漂亮的,一些素油花 然后周围墙壁上呢,都是大家比较常见的 像绿渡母鸭 或者是这个大黑天呀 一些佛像,神像 整个,嗯 就整个大殿的细节还是特别多的 尤其这个,每一根柱子上呢 都有非常漂亮的彩绘 现在我要到这个周围的这些箱房上去看一看啊 因为毕竟是木质结构 这个在叫的呢,是 这院的乌鸦在叫 乌鸦其实是很智慧的 所以它叫可能有什么原因 在布丹听到乌鸦叫,可是吉祥的征兆 因为乌鸦是布丹的国鸟 被认为是马哈嘎拉的化身 因此被装饰在布丹王冠上流传至今 刚提寺的壁画,历经五百年的岁月依然鲜艳清晰 年轻一代不丹人,虽然不会每天念佛 但是此时还是会虔诚祈祷 盖尔玛告诉我,他许下了两个心愿 第一就是自己的终身大事 第二就是希望国王身体健康,人民永远幸福 其实这也是每一个不丹人的心愿 富比卡村子充满了宁静祥和 这里的村民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颇有佛系的感觉 但是也会有追求刺激的年轻人 从这里去山谷徒步的第一站 就是这组白塔 它装载着富比卡山谷的太多传说 大家看我身后呢 这个就是Gamde这个村子 Gamde这个村子 我来说我来这个村子的感受 就是非常宁静,空气非常清晰 来到这好像你身上的复旦都没有了 我平时背这个包觉得特别重 我怎么今天来到这个地方 觉得包也变轻了 就是这样子 很神奇 那么跟着我呢 一起到这个里面去看一看吧 我觉得这边的人真的很淳朴 你看在这个福丹呢 到了农村之后呢 当年要背很重的这些土豆 然后去出去 所以说呢 这个体力还是挺大的 而且这边有很多女人也在参与劳动 这里有很多土豆 哦 有土豆的主体 你喜欢土豆吗 是我的爱人 你喜欢土豆吗 你们可以煮水吗 ol 我们吃了饮料 饮料 饮料 我们只肯定里参与野菜 我们只肯定肯定在栽培 而且我们肯定里参与野菜 这边真的是太辛苦了 这个富比卡山谷呢 是位于这个布丹的旺布布泽朗宗 布丹的黑山呢 把这个布丹的分为了东部和西部 这个富比卡山谷呢 它是这个冰石河谷 到了这个冬天的据记载 就是很冷的时候1月份的时候 12月份的时候呢 达到了零下4.8度 也就是这个地方差不多冬天的气温 还有这个富比卡山谷呢 由于冬天还是太冷了 所以来着徒步呀登山的人呢 只能换个时候再来 因为这边要下雪嘛 这个山谷都被这个雪所覆盖了 就会显得特别的这个特别的冷 这个花的白色 它变成黄的白色 它变成黄色 所以我们常常玩这个石头 哦 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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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色 一是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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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啥样啊这边 哇大家看这就是这个 富比卡山谷 其实相当于这个 怎么说呢 一个漂亮的草原 这个就是在高原上的草原 铁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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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Ţ 铁桑 铁桑 两个 frank Ransim Gagami Gaya La Gesang La 我认识到这个训练 好的 Ransim Gagami Gaya La Gesang La 现在不丹的音乐看起来是印度的音乐 你知道吗? 不是印度的音乐,但我们的音乐是不同的 有天如果他们这个不丹的歌变成了印度歌,啥感觉啊? 给送啦,让谁嘎嘎嘎嘎嘎嘎 给送啦,让谁嘎嘎嘎嘎 现在他们的歌都像印度歌似的 你在做什么? 疲惫 天呐,我怎么想起一部电影叫《天狱》 你这是干嘛? 他太累了,他想滚下去 而且我还突然想起一个台词,著名的叫傻丫头 我觉得这个确决是傻丫头 因为他们,其实他们是这种高原上的人啊,所以说就比较热爱这种生活 格桑是藏地共有的一个美丽词汇 但是在不丹,这首歌又赋予了格桑花更多的内涵 似乎它是一对美丽的高原姐妹,又似乎是一株盛开的病提莲 当年印度宝莱乌电影,正是因为沙鲁可汉和阿什瓦雅的宣传 一下让这瑞士般的风光火爆印度 喜马拉雅旅行成为了印度人最奢侈的目的地 导邀告诉我,能够来不丹旅行的印度人非富其贵 来头都不简单 在那,where,where 哎哟,天呐,我怎么感觉有一种唐僧取经,不对 有点那个胡八一寻宝的感觉 由于我们的汽车被扭荡到,加上爆胎,天色已晚 向导怕我饿着,当即决定敲开村里老乡的大门,去家里蹭饭 我心里执犯嘀咕,这根本就不认识 人家不但没准备,这样冒犯的到访会不受待见吧 雷探长呢,来到了一户不丹的人家,就很普通的人家 我们进来做做课,然后看看他们都吃些什么东西 好,好,好,好。好,好 听到了这个很大的鼓声 当当当当当,是这个地方 这里有个巨大的洋具 还没有进屋呢就听到这个屋里面有阵阵的鼓声 仿佛这个屋子们在做法院 然后他们家这个门口呢还有一个巨大的洋具 这你家还辟邪的 这门门口也是 也是这个东西 郭三邦 这是不单人家 这不是什么景点 所以就是当地真正的人生活 但是由于那个 邻想想去的这个藏地的一些人家去的也多 我觉得藏作人本质是很友好的 而且呢他们本身也是热情好客 哇其实 我现在来的才真正的这个不单的那个 就是农家 我们也看到这个生活非常的简单 旁边那个鼓声啊 我还以为旁边是那个尼玛派的寺院的 原来呢 这个亲密告诉我呢 说那个寺院 不是寺院啊 那是那个城中木鼓 城中木鼓 到了晚上了他就要敲那个鼓 Yes In the China temple Morning and the evening In the evening is a drum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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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这个不单的这个普通人家里面 前面这也是有一个炉子啊 供你那个取暖 香菜辣椒 这是 这是 哦 这是 米 哈哈 哈哈 他们现在也不知道说什么了 非常地可爱啊 要做饭了 So this is cheese Cheese 啊 原来那个啊 我说以为是牛奶 原来是这个芝士啊 忘了点芝士 这是不单萨辣 Yes 他们也是用这个手在这边割这个辣椒 他们用这个手把辣椒割了 现在呢就是呢 女主人正在这边呢 做这个这个色拉 当地这个色拉 然后这些材料都备齐了 富比卡山谷这边呢 人们生活在这地方主啊 都是以这个重土豆 Coreander Jilly Oniang and local cheese 哦 其实做的我觉得做出来有点像那个云南菜 哦这花怎么还在这儿 做出来有点那个云南菜的那个感觉啊 就是啊 就是啊 种辣然后哪边的什么都要拌在一起啊 但是他们普遍可能是身体缺乏各种啊 这种啊 这种要调节他们 所以要放些盐 啊 I know how to make almost all the vegetables I know even how to make this salad 哦 And this is very popular here in Bhutan We only make during special occasions Special occasion Yes during retails we make this salad 啊 Yeah 我要教大家为什么女主要用一把刀呢 可能很多年轻的啊 小朋友们可能不太了解 因为呢藏族啊 以前呢是生活在草原上的牧民 他们习惯用这个刀呢 一把刀呢 随身携带啊 他的生活中呢 没有那个安排啊 或者说是不方便 呃所以说呢 一把刀就够了 so her best food is Imadati I'mad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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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Jilly cheese 那天我们吃过那个啊 就那个啊 他说是他们的国菜啊 是他们的这个 是他们的国菜 所以说这个不单的女人的一生啊 都要饭随着辣椒 那现在已经做好了啊 It's finished? Look like it's good 两个一起吃的 very good very good啊 哇刚刚那个场面太壮观 两个女人 感觉两个女人要 为了某种事业要一起 要一起去一样 我们来看看这不单人的厨房啊 Hi I'm looking 哇现在也很现代嘛 有这个 有这个就是这个灶啊 咱们在炒这个菜 哇这煤气啊 用的是煤气 哇这个女主人全家都在做饭啊 全家都在做饭 你看这个是在做这个啊 是在做这个 是在做这个 土豆烧牛肉啊 我就说嘛 这个惠比卡 这个山谷里面 都是这个 以种土豆为主啊 土豆 哎呀好香的土豆 一股香味啊 只能说是香了 没有 我还发现一点啊 就是这边的不单人 哪怕做饭的时候 这个地板都很干净 你看都光着脚呢 你看我来这我也光着脚 这个很很不简单啊 我感受到了不单人的爱干净 是不是呢 厕所干净啊 厕所虽然说他们这很穷 也没有也许也没有那个就是 太多水他们会用那个咬子去咬 咬来虫 但是呢 一切都很干净 very clean who is this house this house is this house is Madam's sister's house this house my sister's house my sister's house your sister's house yes they are her friends 然后呢我这边要送给她啊 这个我来送给她啊 然后这个我送给她 ok 呃 gatun ch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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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连给大家说啊 这是他们上一任国王叫做新歌望楚客 其实他们在屋子里面挂活佛的这种景象其实很少 哎这是我这个来这感受到的 都是挂国王 哦 但他们也会挂一些吉祥的四个动物啊 在这个地方呢 然后呢现在呢我们要吃饭了啊 就是yis呢 还有garma呢 还有那个就是chimmy呢 还有我 就四个人 然后周围的人坐在外面吃 坐在外面啊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们就来就是主人吧 他们就不打扰我们 我们就做好饭 我们就在这吃 ezy emadagi 现在我终于记住了 他们这个国菜叫做emadagi 然后他们这个今天吃的这种拌辣椒叫做ezy 我觉得这两个菜都特别好吃 然后呢还有他们这个这个菜 就是this name this name islomo gum lomo gum 他已经吃起来了 看他已经吃起来了 看他已经吃起来了 他已经安静的吃起来了 然后再看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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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鸡蛋也在那里吃 这也是我对不丹的另一个印象 以国王为中心 团结一致 每个人都直面自己的人生 创造属于今生的幸福 这就是不丹 勇敢的人民直面国家的生死存亡 甚至一国之君都要为他冲锋陷阵 这就是不丹 把仙境留给了人间 让神鸟回归了图画 不丹从不缺乏热情的微笑和深情厚意 他们总是将一切美好留给客人 又将平和和吉祥与君分享 不要问幸福是什么 那只是一种感觉 有时因为满足 有时由于牵挂 有时只是一个微笑 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中 用享受的心态 面对一切悲欢离合 人生并不是很长 用心写好每一个字 用真挚走好每一步阶梯 不用寻找 我们就走在幸福的路上 告别了不丹的富弊卡山谷 我的冒险之旅 又将开始 巨大的洋剧为何成为不丹人的信仰 不丹国王的价免仪式又在哪里举行 下一集雷天长走进不丹普纳卡 解读不丹狂野的原始崇拜 和精美绝伦的王室宗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吧 给大家看 感谢观看